《水虎传》第八十回 张顺凿楼海丘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招完诏书之下 埋藏着高丘的步步杀机 此时几周城门上立着黄旗一面 尚树天赵儿子 只等宋江领众将前来听赵 可实际上高丘早就埋伏下了大军 要趁此时机一举拿下宋江 果然 当开赵时读到除宋江三字这一句的时候 他故作停顿 意思就成了 宋江不可饶恕 其他人等罪过赦免 不用听到 拿眼瞅着花蓉 花蓉心中有数 赵书刚刚读完 花蓉大叫一声 弯弓大剑射下那独赵的使臣 众好汉齐声叫反 献往城上乱射 不在城外的李逵护三娘两路军也合力杀将过来 高丘埋伏的大军硬是被梁山坡给杀退了 这一回昭安又没成功 不过宋江也没有死了 但是无所谓 这个结果正中高丘下怀 高丘借此伸走朝廷 那宋江射死天使不服昭安 天子文走 恼羞成怒 责力加倍争较 高丘重战其国 他现在需要更多能打的将领 于是蔡京又派来秋月周昂二将来助战 这秋月是八十万进军都教头 也就是教头中的老大 那周昂是副教头 仅次于秋月 神通武艺 挥震惊师 这两人都是蔡太师的心腹 随去军马五千余人 有了陆军的援兵 现在高丘开始准备更新自己的水军装备 第一时间几周城外到处都是造船场 其中最大者名为大海秋船 这种船外有竹子做的篱笆 蛇护可以躲避箭矢 船面上树立着可以让人掩抵设计的弩楼 还有类似投石车的系线 至于说其他的小海秋船 也是两边可以设立弩楼 还有遮挡之物 渐渐众多海秋船即将成型 毋庸先知 这种海秋船上的投石机和弩楼 都是有效远程打击 两山坡正怕这样的打击啊 所以海秋船不能留 虽然吴勇立刻派人前去船场放火 甚至说那秋月还被张青飞时打中门面翻身落马 但是高球还是保护下了一批海秋船 眼见冠军与梁山坡的第三次战役 就要以处几发 这是冠军和梁山最后的决战 其实高球的战略构想非常好 他想通过强大的装备实力碾压梁山 这剩下的海秋船如果使用得当 的确能被梁山造成巨大危险 所以高球就打算登上海秋船 监督水军攻击 前晚我说过 高球找了个文化章来给自己当军师 这位监先生先知水上那是梁山坡的天下 他苦劝高球千万千万别上船 水上可不比陆地很容易就被围住 到时候跑也跑不掉 但高球就是没听尊师的 他执意登船作战 面对高球的亲戚权力 毋庸知道这一次只能以赏胜多 以小博大 没多久 冠军船到 小海秋船分裂两边 大海秋船只向水深处行事 确实 阮氏三兄弟带来几只小船洗澡 高球就下令火气齐发 阮氏三雄起船就逃走 再往前行 又是同威同猛张横张顺 像那阮氏三兄弟一样 如法炮制 继续弃船逃走 高球看到这 以为梁山已经胆怯 贺令冠军大小船只 加速开进 眼看着圣劝在握 高球还没来得及小出声 只见梁山坡顶上 号泡连连 再看芦苇深处 如蚂蚁飞黄一般 窜出成百上千的小船 将官船团团围住 当有人直接将海丘船的动力 水车的踏板给塞住了 不多时 船底已被梁山无数小船上的水军给凿船 官船进沉水底 反观梁山水军个个入水中蛟龙 一一当时 与官军张开了水中交杀 此意中 高球不再幸运 他被张胜 活着 官军的水军被一网打尽 那秋月也被杨林逼早看死 还活着了高球 意味着双方的最后一决 以梁山大获全胜而告终 那如何处理高球呢 战后终于堂上 浑身湿透的高球被压了上来 宋江连忙下座 亲自为高球松绑 又找了一件裸断新衣给高球换上 请他上堂坐定 那头便败 口称赐罪 至于其他被俘的官军 也都一并请到堂上相坐 宋江杀牛仔马大赦延席 他一面靠上三军 一面举久为高球押惊 这时候 梁山他小头领都来与高球相见 各施礼利 宋江郑重其事地 向高球表达了梁山 希望接受朝廷昭安的意愿 昨日还是不可一世 今日转眼成了囚犯 高球心里像打翻了吴二平 吃败 屈辱 一起用上了心头 其实高球战败 留给他的选择 也只剩下一条 那就是帮助梁山完成着啊 因为高球如果死撑着 和梁山为敌 他回到京师 面临到会是骗子的质问 花费巨资如此庞大的部队 为何你高球会一百涂地 到时候高球哪还有活命的机会 唉 也只有昭安了梁山 他高球还能说是 他走这一回会有成果的 当然 这样也成就了 无用战略计划的最终目标 把朝廷打扶 打怕 让朝廷正眼相看 这才能有昭安 三日之后 高球下山 宋江设宴送行 专配后里相赠 右派萧让月和 随高球前去东京 高球呢 也将文焕章 留在了梁山做人质 那这回昭安能否顺利啊 咱们下回分解 打扶的